我们今天就估这个乌尸摩明王 第一件事我们要讲很多东西的 第一件事就是究竟是乌尸摩明王 是不是等于位置金刚呢? 这个就是历代都有人在说 究竟乌尸摩明王就是位置金刚 或者不是位置金刚 历代都有人在拗拗 我们看回讲义的第六页 位置金刚乌尸摩名就是乌尸摩 所以它又叫乌尸摩 这些是别名来的 又叫火头金刚,乌尸不静 所以这个乌尸摩明王就是位置金刚 这个就没错了 我们看回看两尊弗像 左边这个就是乌尸摩 这个乌尸摩明王 这个就是位置金刚 大家都是跳起脚的 跳起脚 那大家都是六只手 六个臂 六臂的 那六臂呢 八臂 八臂 大家都是八只手的 那这个是不是八只手 这个六只 这个六只手 好 那大家拿的东西都差不多 一个就是三头 一个是一头 那这个乌尸摩明王 因为它可以认很多相 那是大家拿的东西 金刚柱 金刚柱 那大家拿的东西都是差不多的 这个叉承 那我们有一支方天滑击 那这个是中国的 是铝布用的 那这个呢 那我们有支 有支这个叫做港车棒 港车棒 就是乌尸摩明王 拿的 所以呢 这支港车棒 和我们这个柱 好像呢 这个柱又是四国 这个港车棒 又是一二三四 又是四四国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柱了 那我们中国呢 是没有用这些武器的 没有港车棒 这个东西 所以呢 我们就弄了些方天滑击下去 所以呢 这个乌尸摩明王呢 就是位積金刚 那这个呢 就不用 不用怎样去研究了 应该就是了 没有问题的了 那这个呢 第一件事呢 就是乌尸摩明王呢 等于位積金刚 因为 这个大家的样子都是差不多了 还有这个作用是样子 而且它是这个译名来的 乌尸摩 就是译做位積 那又可以逆到这个火头将轰 那是一样的 那这个第一个传承 那这个呢 在中国来说呢 学这个位積金刚呢 是很多人学的 为什么很多人学呢 因为在明朝的时候呢 在明朝的朱经日纵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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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我们现在的祖孟科重本那样呢 那无论是出家人啊 在家人呢 它都有学的 那这个朱经日纵里面呢 就是有默奏呢 有这个位積金刚呢 有这个位積金刚啦 有专性奏啦 有准题啦 有千手公音啦 千手公音还是准题 我们现在都有啦 但是到这个盟国的时候呢 就是朱经日纵在明朝呢 已经有了 到盟国的时候呢 这个招猛货重本呢 才生了这个位積金刚而已 所以位積金刚呢 其实是普传的 那在明朝的时候呢 就很多人学这个位積金刚的 那所以呢 现在的人呢 虽然那么多法学啊 但是听到位積金刚呢 都很喜欢 因为你们都有 以前都可能学过 这些人去了哪里 现在当然去了你们啦 那所以呢 以前可能有钱庚 对这个位積金刚呢 有特别的偏好 那为什么位積金刚是特别 特别在中国呢 特别流行呢 就是因为 全中国呢 只有这些是反路上的那些 那你四大 四大唐蜜静瘟 四大法 一个大悲咒啦 一个专性咒啦 这两个都是善上的 那一个准题啦 准题又是善上 跟着乌斯摩明王呢 这个是反路上的 只有一个是反路上的 其他都是善上的 那所以呢 这个这个 这个反路上的呢 那我们中国的重灵呢 以前呢 行几里路都不见人的 那自己一个人呢 一个人呢 住在茅屋里面 那你说 多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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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起来就要找些东西来到 震邪震魔咯 所以呢 这个位積金刚呢 就很多人收的 因为你怕嘛 怕就要收 要收憤怒箱咯咯 而且呢 那些在古da那些 那些那些α 那些ĩ稿啊 那些树林啊 那些被安上的 那些 routine 有很多那些小蛮怪路 那很多火神啊 那所以呢 你不收這些就沒有辦法住的 住都住不住了 不要說是修行 所以你一定要找些東西來韓國那些 好像胡黎晶那些 胡黎晶 這個我們跟補校化師學 補校化師說那裡很多胡黎晶的 所以它要結位積金光的咒 它一不結胡黎晶就來了 所以整晚結位積金光的咒 要念咒 要結 所以它這些是專門來韓魔的 所以個個都念衛積金光 除了這個衛積金光之外 就是普黎晶那些都可以的 但是這個憤怒上的磚就是衛積金光 所以衛積金光現在用處就大了 現在馬來西亞 新加坡 越南那些用來解降頭 用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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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這個效果呢很陰著 所以就個個都認衛積金光 衛積金光在中國來說呢 現在正崩下來就有三個傳承 那我們就跟補校化師學的 補校化師呢 這裡有寫補校化師呢 就是這個1995年往生 那它往生的時候呢 那些骨灰呢都放在我們那裡 放了年多 那後來呢衛積金光池在天台 這個天台的在這個五台山 有個衛積金光池旁邊建個塔 那才能拿回那些骨灰上去 所以我們呢跟補校化師的 那補校化師的咒呢 和這個衛生長老的咒 我們現在全衛積金光有三家了 一家呢就是補校化師了 那這個儲呢就是補校化師給了 這個彩色的彩繪的 那後來呢我就找這個 找李日記呢 在盧明記那裏買一些藤香 買一些藤香的 挑了藤香的柱 這些藤香的柱 那這個呢就是補校化師給的 他就是這個傳承 那這個傳承呢 那這個補校化師 和這個製平法師 製平法師都是在香港的 製平法師就是海登法師的徒弟 那他那條咒前面呢 就加多個KONKA GILI KONKA GALA GILI ZA 那網上呢就加多個GILI KONKA GALA GILI GILI ZA 那這個呢 當然製平法師我比較準一點 那是原音老人的 原音老人呢 應該都是跟海登法師的 所以呢 前面加多個咒 不過我們就沒有啊 如果你每一條罩都要加這個呢 那就大件事了 我們是沒有的 把法師呢 就是照書那裡直接讀的 那這個呢 台灣也是台灣那個衛衫長老 衛衫長老是圓殖了很久啊 那麼他的徒弟是陰陰 陰陰法師 我們都有個福位子 陰陰法師的福位子 在台北那裡 他的州就沒有加了東西 就和這個海登法師一樣 但是他的柱就不同了 他的柱就是這個 他的柱就是這個 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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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這個台灣的柱 所以一個台灣的柱 就一個香港的柱 兩個 這個台灣的一個香港人 這個台灣香港大家一樣高 這個呢 這個就是台灣的柱 但是這個柱呢 好像葡花刀一樣 這個柱好像葡花刀 不過我們就不要說 究竟誰好誰不好 總而知是這樣 總而知有兩個柱 這個呢 就是這個衛三長老的 現在傳下來呢 台灣都是用這個柱 這個柱就沒有得入狀的 省很多麻煩 不用那麼麻煩 找藥 這個呢 就要入狀的 這個呢 這裏是揭得開的 所以我們做個銅的呢 這裏就可以入狀了 這個 這個呢 做個銅的 銅的呢 就可以入狀 那這裏呢 這裏後面呢 就有個東西可以入狀的 那是要裝狀的 那這個呢 這個柱呢 這個柱呢 這個 台灣呢 就是屬於北京派的 因為北京呢 這個衛三長老在北京 那些善通子 善通子的法脈來的 那它呢 是花炎四十代 那它呢 就傳給杜孫法師 杜孫法師就傳給我 我們是四十二代 它是四十代 它是四十代 花炎四十代 那它平時呢 就唸這個普賢行業品 因為它是花炎中的嘛 那接著呢 它唸六百位積金剛罩 六百位積金剛罩 都唸了整個小時的體力 那這個 唸六百位積金剛罩 接著呢 就是三萬佛號 那天天都是這樣唸的了 那所以呢 它的位積金剛呢 是修得很好的 那這個呢 它那個柱呢 這個柱呢 它從北京帶過來的 這個不是這個柱 而是它這種柱呢 是從北京帶過去的 那這個 這個 寶牙法師這個柱呢 就說 它是在五台山那裡 那裡跟那個法師學的 那那個五台山的法師給他的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位積金剛柱 那所以呢 兩個傳承 那咒呢 咒呢 就一樣的 和這個 大家都是四十二個字 那 首先 這個柱 和這個 和這個 那個 兩個柱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兩個柱呢 都是有經典記載的 好 經典記載呢 我們看看第五頁呢 柱的造型那裡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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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斯摩 叫這個 為積金剛 百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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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經 為積金剛 禁百 變 法經 裡面說呢 這個 若重一切諸授 先須作談 若重我咒者 即默須作談 所以呢 重一切的咒都須要談 但是這個 這個為積金剛呢 就不是一定要談 不是一定要談 但是黑一這個 這個 北之勒 北之金剛蓋柱 就是呢 這個呢 這個呢 黑一支金剛柱就可以了 但是金剛柱呢 依佛塔中 在道場裡面 或者正室中 用一香泥塗地 這個呢 安柱 周一百零八片 柱自然洞 變作種種異形 那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他為積金剛柱 所謂黑一金剛柱 但是沒有說 哪一種柱 對 所以這兩種柱 究竟黑哪一種呢 那麼這個 經盟裡面呢 就沒有說 黑哪一種柱 那麼這個柱呢 啊 這個多頭 這個呢 黑一金剛柱 那麼這個 一個頭的呢 圓滿都是 就是這個呢 都可以滿足 黑一支金剛柱的圓 只是個頭而已 那麼這個呢 那麼這個呢 但是呢 這個 這個 陀羅尼經 陀羅尼戒經 卷搞烏斯摩明文法裡面呢 就說 火頭金剛 紅魔杖 法 當用熟好崩鐵 作金剛柱 長一尺 其病兩頭 綠鈴峰 中環兩寸 細腰四靈 藏魚金剛 力士靶柱 那麼這個呢 這個呢 他的形容呢 就好像我們的柱一樣 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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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呢 有些輪 有些刀突出來 那麼這個呢 中間有四角的 四角的 好像 藏好些 有些歷史把柱 那麼所以呢 他就挑了呢 有八大菩薩 下面有四大天王 有四角來用 尚高要是衛積金剛三面 衛積金剛三面 衛積金剛是三面 衛積金剛是三個頭 這個衛積金剛是三個頭 所以這些柱就似了 這些柱就似了 這些柱似 但是 但是 人家是用崩鐵 人家是用崩鐵做的 所以作輪法者 穀岸巨足 藏儀車輪闊一尺 中廣階年中間隔六峰 亦有六峰 另外十二峰 周圍有刃 這個好像刀刃一支支突出來 這個我想就是古德來做這個紅魔像法 紅魔像法應該是用鐵的 為什麼會用木做的呢 為什麼 因為以前鑄銅是沒有方便的 現在就算是老方來說 都是木方便的 因為銅要穿起帽 帽子很貴的 帽子佔你的生產很大的 所以我們將來做了這個銅的柱 不知道大陸有沒有人走去老方 因為老方銅是很麻煩的 如果老方木就很容易 只是放在電腦上 那時候探索了 然後那裏就挑出來 挑多少支都可以 但是這個賭帽 這個銅的精細的帽 你要做一個鋼帽 或者做一個柱的帽 這個要很多錢的 不知道怎麼樣 總而知呢 就做了木的 做了木的 那這個呢 我們現在呢 現在呢 我們就做支銅的 因為它是用鐵做的嘛 那我們用銅的做呢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金剛柱了 柱我們這個金剛柱 那這個柱呢 其實是帽來的 你看這個 這個烏斯摩寧王那把東西 和我們的柱是一樣的 有幾折的 那是四折 四折 一 二 三 四 四折 所以這個呢 就是帽來的 它這個是 這個是打車棒 打車棒是帽來的 所以就不是柱來的 它是帽來的 這些都是帽啦 這些都是帽啦 那我們這支呢 就 我們 或者金剛的三會爺呢 就是獨孤帽來的 所以我們這裡下面呢 這個銅呢 我們下面是做獨孤帽的 所以又是帽 又是帽啦 所以呢 獨孤帽 我們做獨孤帽的 因為它這個拔不出的 這些以前做的那些呢 做的那些就想做個圓咕嚕 這樣就插進去而已 那我們呢 現在做同一個位置的金剛柱 所以呢 這個金剛柱呢 如果這個金剛柱呢 那你可以當這個傳承呢 就做了 做了這 四 四層的金剛柱出來 那這個滿足了這一個 這個紅魔杖法 所以這個應該是紅魔杖來的 那它呢 就說 那這個柱就在哪裡來的呢 這個柱就在後面呢 就說 這個陳藤作巴斯拉 那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呢 奉仲增言先追作藤 若仲增言墨衰作藤 等於陳藤黑一巴斯拉 那這個巴斯拉呢 後面卷測那裡就有說了 其陰營者畫作人面營 其頭相畫作巴斯拉營 這個 所以呢 這個台灣這個呢 就是 黑一巴斯拉 黑一金剛柱 金剛柱 那金剛柱是怎樣呢 那個金剛柱呢 是作人面營 那這個作一個人面營 所以沒有說幾多個頭 它做一個頭而已 那這個人面營 那這個旗頭相又巴斯拉營 頭上面呢 就有金剛啦 頭上面有金剛柱呢 頭上有金剛柱呢 頭上有金剛柱呢 就是 陰營作其象如石象 陰營作其象如石象 所以呢 就叫你呢 挑這個位置金剛的時候呢 這個呢 就不要挑它的身 它的身是托象形 所以呢 這個呢 就跟這個就一樣了 這個就是位置金剛柱 這個呢 這個呢 其面上畫作頭髮 其身垂下 又已畫著金村 這個呢 因為它帶兩隻耳環 有沒有耳環 有耳環 這個叫金村 耳環 耳環 這個 真一 真一 真黑一金 位積金剛人頭像 燈 燈頭像 要燈一個頭就行了 那面部五宮表成金銅 位積金剛 那頭髮上有五張骷顱面 那有五個骷顱頭 這個上高呢 上高有五個骷顱頭 那有五個骷顱頭 五個骷顱頭 那這個 類似金剛柱 啊 這個 現代 現代 金剛柱 那這個 上有肆腰 總而知 這個形容呢 就是知道的 就是沒有錯的 這個形容呢 就是說 它作為金剛一塊臉的 五個骷顱頭的 上高有金剛柱的 那這個呢 就滿足了這個了 所以不可以說台灣的錯 但是也不可以說保牙法師的錯 保牙法師那個就像這個航魔像了 這個航魔像 所以兩個全城都對的 那這個呢 就是位積金剛柱 這個呢 就是經裡面講的位積金剛柱 那位積金剛柱呢 是做這個 一個殘香 或者騰香 現在台灣人呢 將它做塗木 塗木呢 就可以用來 航魔的塗木劍 學了道教的塗木劍 那這個呢 因為呢 佛將沒有用塗木的 那我不知道他們怎麼搞的 這些古德的東西 理得它吧 我們先不要理它 總之這支東西是對的 這支東西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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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支東西是紅魔像 所以這兩支 一支呢 就是位積金剛紅魔像 一支呢 就是位積金剛柱 這個柱呢 就要來供養的 就不是要來紅魔的 所以呢 原則上呢 就不可以用塗木的 用塗香 或者騰香去做象的 因為我們的象 一日就用漿木 一日就用騰香 一日做塗香 那沒有用塗木的 塗木是道教用的 而且塗木要來做塗木劍 那你做了這支塗木要來紅魔的 它基本就不是要來紅魔 它要來擺的 要來當供養的 那所以呢 做塗藤 經裡面講做塗藤 那所以呢 現在呢 我們搞定這兩支 一支呢 一支就是位積金剛柱 那位積金剛柱呢 它沒有做葡巴刀這樣 葡巴刀是 他們更多的人發現了 這把是刀來的 這把不是柱來的 這把不是柱來的 這個位積金剛柱 它叫你做象形 它沒有人叫你下面做刀形 這個是位積金 這是葡巴刀 葡巴刀跟它有什麼不同呢 葡巴刀有龍 葡巴刀有三塊臉的 那它做了一塊臉的 葡巴刀有龍的 那所以呢 就不是葡巴刀 那所以呢 又不要講古德些話了 這些叫做話 所以呢 別管它 總之這支就是位積金剛柱 那這支呢 就是紅魔杖了 就是我們的傳承 就是紅魔杖了 那紅魔杖 那有問題了 紅魔杖它講明是用熟崩鐵的嘛 就是用鐵做的 紅魔杖當然是用鐵做的啦 所以呢 我們是做些銅的 那做銅的呢 銅的就不是鐵 銅就不是鐵 不過銅就好過鐵 法器就用銅做的 沒人用鐵 因為鐵會生鏽的嘛 那這個用銅做的 那這個所有的法器都是用銅做的啦 所以呢 應該是用銅做的 那這個 第一呢 鐵會生鏽 那武器就用鐵做的啦 那所以呢 我們就做些銅的 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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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的位積金剛柱 銅的位積金剛柱 那這個呢 原則上呢 就合乎它的東西了 那這個銅的位積金剛柱 那這個位積金剛柱 那這個位積金剛柱又怎樣收呢 那這個講到位積金剛柱又怎樣收呢 那這個位積金剛柱呢 那這個水盒呢 那水盒呢 剛才拿開了 那有個水盒裡面有些花的 那這個位積金剛柱呢 就看回它這裡呢 它有位積金剛的水的收法 水的收法呢 水的收法呢 水印這個 若比丘 這個第六頁啊 那這個呢 為積金剛柱呢 這一個呢 它在這個 那一個 那一個第五頁 第五頁 那 金剛烏絲魔 印法印咒品一段第一,印咒品里面有四十二条咒 解位咒 那是属于解位咒 我们念金光经都念的 里面有讲到 又一法,日月食时作一水塘,中广四走,牛子涂地 所以可以作在水塘的 跟着又有火头金光鸿魔杖法 当鸿正好熟崩溉作金光柱,柱长一尺 这个刚刚一尺了,我们的刚刚一尺 柱长一尺 所以这个是可以用水贡的 水做塘就最好了,水做塘就是这个四尺 水盆是四尺 那就好了,整个塘就在桌面围买 但是我们地方不够,就随你的能力了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盗,盗可以大小的 这个盗可以,可以用一个盗,用一个盗呢 那这个,这个用一个盗,那装个金光柱下去 金光柱呢,先找个东西盛住先 找个东西盛住 这个也看不到 找个东西盛住,那装个金光柱进去盗里 那就可以供养了 这个呢,首先有个花的盗,首先找个盆先 找个盆呢,那里面再一个盗,再一个盗 再一个盗,再一个盗可以拆起柱的 不是,柱不可以碰到水 碰到水呢,那些水不干净,那会生铜屋的 所以呢,你就整个盗 整个盗呢,就坐一个金光柱上去 坐这个柱上去 那些柱呢,如果收得好,那些柱就会转的 你说铜呢,转转啊,那些木的就容易一些 没什么的,人家会飞那些全部铁的 所以呢,这个是说感应,不是说他飞不飞得起 那所以呢,这一个做铜的 那他这里呢,就说,收这个法呢 每日年伯伯,后面那里说 作水贡的时候呢,你每日年伯伯 这个呢,乌尸摩奏法功能,若有比丘等 意欲受持金刚,乌尸摩金刚奏者 东作水藤,每日平淡,与珠香花,供养十方 这个呢,这个呢,这个水,落水之后呢 那接着呢,就摆些柱了,接着是供养香花 红色的花,这个供养红色的花,用草栏就对了 用红色的花,七等红色的花 那供养之后呢,就念 念这个呢,念八百片 这个是八百片 那八百片呢,大约要多久呢?八百片是个几钟头左右 就是个半钟头到两个钟头 就是一座法,就是我们平时收一座 收十八度,收金刚价,拖藏价 都是个几钟头的,就是个几钟头法 那叫你呢,收三座 收三座呢,那你一天就二百四 二百四你要念十万,为金刚奏 我说明要念十万,为金刚奏 即是一天念二千四 二千四你念十万呢,就是要四十日 所以呢,你呢,如果把心一横 收这个花先,是吧? 你做完十八度,好未做十八度 我先收这个花先 那你一天收两个钟头 每次收两个钟头,收三座 那你收四十日,那就知道有没有了 他不是说知道有没有了的 那你打到个底子嘛,你至少要晃到魔 为金刚呢,而且他是有随贫的作用 为金刚是会有钱的 所以呢,你经常都收来收去都没有进步 整天只有四个字,不如把心一横 那用四十日来拼一拼他 四十日拼一拼 那又不是可以呢,是吧? 那拼不可以都没有事底下修行 所以呢,这个随贫有精 那我现在呢,准备整个谈来拼了 因为以前我都收开 收为金刚的,但是 最早的时候呢,我就念很多的 那没有计算到十万五多 我又不知计算多少 但是我念为金刚就很相应的 那为金刚呢,现在来说呢 他都在流水的 我刚才在网上说 18年了他都在流水 现在20年了,他都在流水的 而且呢,我还发觉呢 他有些蛇蜊生在那儿的 就是有些小小粒的蛇蜊 有些黏住在那儿的 那些蛇蜊塔啊,易锦的蛇蜊塔 还有些蛇蜊仔黏住的 所以呢,看来我都是对这个 位置金刚很相应 所以呢,收得过 那有一次呢,以前就是 刚刚收位置金刚那时呢 李淑榮呢,就叫我 就是说,美国有个女孩 就住了一家屋 有个鬼呢,就要娶她做老婆 那李淑榮就叫我回向 那我那时呢 我那个位置金刚就放在货柜的 这个挑毛特宗像那个 很大的位置金刚放在货柜的 那晚上十点钟呢,就念 那个位置金刚咒 他明天真的打电话来哦 他打电话,他说呢 昨天十点半的时候呢 有一道红光咒下来的 那些人就走了 所以你这道菜呢,美国就 就会立刻感应 因为位置金刚是红色的嘛 你花又是红色啦 念珠又是红色啦 什么都是红色的,光都是红色的 所以呢,这个位置金刚呢 是特别相应的 那现在都,全全都不知道 不知道哪个是位置金刚的 现在发觉呢,大陆那些位置金刚 要么就没有支柱 要么就没有个印 那个印就这样锁下去了 都不是的 本来的印就不公开的 但是我看到 网上的印是错的 那就没办法了,迫着要公开 他先公开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你不做我就不做 我第一个录音带我就不做 第一个录音带我就不做 陪着金刚演 我没做陪着金刚演 也都没有念陪着金刚咒 陪着金刚咒大家都差不多 大家都错了 因为我们陪着金刚咒呢 在中国来说是没凡盟的 没凡盟呢,也没亦度日盟 那又没凡盟也没日盟 那后来日本又拍了做了 这张东西是日本的国立大学 它是将个哔哗咕噜 译了巴之拉咕噜 因为它已经带到个佛字 带到个佛字就是巴 巴之拉咕噜 译了巴之拉咕噜 你看看译了巴之拉咕噜 这个国立大学那个国立导致 巴之拉咕噜 所以它这个是错的 因为它没有繁盟 它能力就能繁盟 但是没有繁盟就没办法 但是韩国那里有繁盟 不过韩国的繁盟就不是率腾体 它是成体 率腾体之后就是成体 似率腾体 但是不是率腾体 所以韩国还是比较准 但是我们要念以前那42个字 保护法之教我们这样念 那我们就这样念 因为为什么呢 胡八成听惯了音就算错了 它都要错到底 如果你改它 可以不是不行 念多几十年就会相认了 所以现在想急功近利 当然照一些古德的念 所以要看传承 其实个个都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我听你们念位职金刚 这个我们现在好像开一个位职金刚研讨会 你们个个来都是念位职金刚收位职金刚的 所以大家的罩都是一样的 但是有些是没有柱 叫你们自己去买一条柱 叫你自己去找一条五股也好 什么股也好 找一条柱 没有柱 因为全城是没有柱的 没有文化做到条柱 第二没有手印 但是手印是错的 手印是这样插进去的 手印就插进去的 所以现在就有必要 弄回个位职金刚出来 弄回个位职金刚呢 第一 我们的手印一定要待 手印我就放到上网上了 第二 咒就没所谓的 咒因为有些是四川阴 有些是 既然它是中文字来的 有些是四川阴 有些是北京阴 有些是宁波 宁波你做难夹啊 湖南你做难夹啊 那些阴 因为它是中文字来的嘛 所以你读乡雅画 那你没有文化啦 没有文 不过问题呢 这个都不大 不大的 我看到你们读 个个都是差不多 那些声音 个个都是差不多 所以呢这个 这个 这个 文字呢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 这个文字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呢 现在呢 就做些位置金刚处 那么你们呢 最好就拼一拼 一天收 一天收八百三座 好像很多时间的嘛 还有这个呢 你不用 不用六宫杯的嘛 因为你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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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套密法嘛 你不用六宫杯嘛 只是这个而已嘛 你拼一拼 那么你 占了个底子之后 那么你 那么你占到个底子 第一 这个位置金刚呢 是随贫的 就是它是会有钱的 念到会有钱 就是财运会好 第二 它是没有障碍 就是消除障碍嘛 那么如果你能够拼它 拼它四十 四十日 那么就已经十万了 就是念十万嘛 就是经典里面 百变家持经里面 说念十万 位置金刚念十万嘛 就是它起码是十万 十万呢 你一天念一百呢 就是要念三年 你一天念一千呢 那就是念一百日 你一天念二千五呢 是二千四 二千四就是四十日而已 所以四十日很快过而已嘛 那你说我收不到 我收不到一天三堂的 你就一天一堂 一天一堂 一天八百而已嘛 一天八百的时候 你念一百 一百五十日 那你不念一百五十日 就是五个月而已 都能够拼 那么所以呢 我们提倡这个 然后用这个位置金刚柱 位置金刚柱呢 就要入藏的 入藏呢 这里呢 就是这条方呢 我们呢 今天入藏呢 就轮顿一些 因为这些药呢 又不懂得大陆来的 因为为什么呢 买沉香的时候呢 买药的时候呢 家里有沉香的 那就不买了 不买都买了一堆 那就要入藏的 那就拿到那些药来的 不记得拿沉香 那我现在找一些沉香给他呢 那就算是 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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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上下了 那这里呢 有条方呢 就是制平法师口述的 制平法师自己讲的 他说呢 海登法师都是用这条方 这条方呢 就是十九味药 即是七香十二精药 十二精药 保牙法师都是说用十二精药的 不过他加上七香十二精药 即是十九味 但是十九味里面又有些不同 和这个 和这个民间的 的七香十二精药又有些不同 他加了八胶香 不知道没了什么也不知道了 所以呢 这里这里讲 甘肃 青海交界 甘肃是不是五台山啊 甘肃 五台山在哪里啊 甘肃就是西藏啊 青海就是西藏啊 所以呢 他们的地方呢 河王 河王又不知道什么地区了 他有十二精药 用冠季啊 巴基啊 卓越啊那些 所以呢 十二精药啊 天精啊 巴基 人精是人心 所以这些是他们用来 这些用来 用来入葬的 人们相信 将其饮片 雅库内 滋 煎汤 水可 驱除病魔 及鬼神灑 所以呢 这些呢 是民间用来驱魔的 和入葬的 那些神像呢 就用这些来入的 那我们发教 都可以用的 因为这些是驱魔啊 驱邪啊 那些 那就是民间 因为他们以前呢 以前是民间宗教 和法教呢 都在一起的 所以呢 他们 他们见到入葬哦 那神像可以入的 这个 或者金光柱都可以入的 那所以呢 他就加上呢 这个 白柔香啊 加上这些 那这个海登法师 法师入的 海登法师入呢 没走鸡哦 海登法师的柱会转的哦 他会转的哦 所以呢 他的柱是很感应的哦 所以进了这些东西就很感应的 所以进了这些东西都没问题 不过我们现在更好 加上个舍利下去 那就更加圆梦了 那这个呢 舍利在中国以前是没有的 以前是皇帝才有舍利而已 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 那么西藏就很多啊 西藏最初零波车来 每人给七粒 一包 因为为什么呢 他在尼泊尔那里有个 有个 有个加叶拓的洞 那么六月十五呢 在那里收法 那么有很多舍利呢 在一个 在一个佛塔那里呢 黏住在那里 那么他们是扫下来 变成了舍利 那么拿来拍 那么上一次我去尼泊尔的时候呢 就叫喇嘛带我去那个北部那个 那个加叶拓的塔 他说 他说现在不想舍利 这个塔人的福度问题 所以现在没有舍利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 都有百多粒舍利的 那么拿来入葬啦 那么最好 因为那些小小粒 BB BB舍利 那么 拿来入葬就最好啦 那么这个大粒就要来供养 小粒就要来入葬 那么所以呢 可以放在舍利了 更加元朦 如果你说哎呀 我只要自己找舍利 那么当然好啦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 找到舍利就放下去 那么要放在舍利呢 那么证明呢 这一个柱呢 那个威力就很大了 又有世间又有民间的入葬啦 又加上佛法的入葬啦 那么这个呢 土元朦 我们北厂呢 北厂中国都没有那些入葬的 入葬呢 以前呢 大佛像呢 就有入的 入大葬经 那么那些小佛像呢 用七宝 用七宝来入葬啦 那么现在呢 这个用药 十二征药来入葬呢 这个是 这个是青海他们做的 那么这个威之金刚呢 威之金刚柱呢 我们就入葬 那么这个呢 所以呢 请威之金刚柱入葬 那么你如果呢 你如果呢 你如果有射利的 找到射利的 就多入一粒进去咯 入一粒进去咯 入一粒进去咯 你一粒进去咯 你一粒进去咯 那么所以呢 这个威之金刚柱呢 大家可以回去收拾 你拼一拼 等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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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呢 威之金刚呢 威之金刚呢 看看那个耿收仪轨那里呢 我们还有个随贫咒的 威之金刚是可以随贫的 随贫咒呢 你加条随贫咒 里来有解惠咒 有随贫咒 这个随贫咒 巴德拉 胡妈拉 卡里 卡里 索瓦卡 这个呢 劫前印 这个印呢 劫前印 两个手指尾 两个 两个无名指 押着手指尾 两个宗指 双足 两个 两个大母子 押着 押着个无名指 两个食指 这个勾 这个 那个 那个 这样 这个是随贫咒 随贫咒呢 官赏 自身是位置金刚 心中红色 空自放光 形成处中 发生位置金刚 江南 官赏 前面开用的位置金刚 中的红色 空自放光 照射自身 特一切众生 消除一切 缺乏豹堤心 之贫穷将能 光中充满 金银珠寶 股票 你借了股票 有用的股票 你这些 长子那些 不要 从顶门上 入落自身位置金刚 身中 再从自身位置金刚 光 心中 空自放光 照射一切众生 消除一切 缺乏贫 凤凤 图体心 像难 光中充满金银之宝 个个都变成位置金刚 从顶门上 入落 心中 消除一切 凤凤 着外 获大吉祥 巴尔拉 库马拉 卡拉 哥里 索阿卡 卡里 索阿卡 巴尔拉 库马拉 卡里 索阿卡 那我们刚才存了 所以我们存位置金刚 总共我们的移轨里面有三条咒 灌顶移轨 全派了 那我们就有一个在这里 这个灌顶移轨里面我们是出三条咒 出三条咒 这个灌顶移轨里面我出三条咒 一条呢 就是这个乌斯摩明王咒 这个乌斯摩明王咒 就是这个乌斯摩 这个乌斯摩 这个就是我们收65种乌摩 65种乌摩用的 65种护魔 乌斯摩明王 这个是他的心就来的 乌斯摩明王的心就 再传一传 他的印就是火头将军 所以他是火印 这个火界的印 这个就是乌斯摩明王的印 接着我们有个解位印 乌斯摩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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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解位 这个解位印就是出在这个 《卫迹金刚乌斯沙摩白印咒品》里面的第十七条咒 它总共有四十二条咒的第十七条咒 我们有录出来的 这个在第六页里面 这个第六页里面这条咒 它的印是不同的 如果你用解位 它就两只 两只尾指相勾 无名指中指食指是树获 大武指是树获 这条咒的 大武指就安在这里 大武指就安在小指上高 就是那个印是这样 就是两只拐着 那个印就是这样 就是两只 这个乌无名中指食指 这个双薄 即是直肃双薄 大武指 这个乌尾指相勾 总之就是这样 这个双薄莉 薄莉摩薄莉 薄莉莎薄莉 咒法印印着水中咒漆献 然后诵词诸如咒 行咒法印 若见死尸 虎人寻诸六畜 等血光流出 如意等种种仗位 即作似解位人 所以这个是可以解位的 所以这个我们全国解位咒 解位咒就是出自这个准提法 准提法 因为准提涉五部的 准提本身就是释迦牟尼佛 他的莲花部 他的菩萨的身就是准提菩萨 他的愤怒相就是位赤金刚 就出这条咒 苏里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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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 苏苏里索阿卡 出这条咒 他的天人就是燕摩天咒 所以他可以长命的 他的等流生就是佛能堂 所谓涉五部的 所以这个是出自这个准提移轨的 所以我们逢做法本 我们有供养法在这里 刚才有供养法 供养法一大本在这里 被人拿出来 没所谓 这个供养法里面 我们是出三条咒的 出三条咒 这个不要紧了 这个就是这样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这个位赤金刚的柱 入月 这张东西就提完了 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提完了 这个呢 跟着那个印 那个印我们上一次呢 就是拍了视频 这个呢 电脑也拍得不清楚 上一次是手机 手机 那我现在看到呢 上一次放了上去 四天呢 就有六百多人了 最后来不知道多少 不知道 不知道到多少百 来的 不知道多少百 我看到六百 六百多人看 六百多人看呢 所以你们现在呢 各个走来结 这个位赤金刚印呢 好像个个都结到的 就是大部分人都结到的 奇怪 上一次呢 教了整堂都结不到 所以这个位赤金刚印呢 一定要照这个方法 这个是拗住手 然后呢 开叉 叉入来 拗住这个就是最容易结的了 刚才看到有个人呢 插一下插一下 又插到出来 不知道他怎么结就不知道了 不过这个 这个呢 这个就是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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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容易结一点 这个拗住 然后呢 两个开叉 然后叉入来 这个呢 是一定要反手的 这个是位赤金刚印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是位赤金刚印 所以呢 这里交载了个印 啦 柱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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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啊 啊 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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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印刀只是四处加持 结了四处加持 结了这个印刀 那四处加持你就可以放了 四处加持 念不念四处加持就放了 那就责念诸念 所以这个维之金刚是一个威猛的咒来的 平时我们就要避免用来红魔啊 用来什么的 弄多枝金刚柱 那些来打下的东西 那就当然不好了 因为呢 为金刚呢 就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乱共用的 因为譬如说有人有降头啊 有成啊 你去用它呢 要小心 那我在南武堂的时候 上一次都讲过了 在南武堂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个法师 出了家十几年 十三年了 以前有精神病的 后来出了家之后 精神病复伐 那当时呢 我呢就是监学来的 认导主任 那有个人称师呢 就是这个知客来的 那知客 我呢就是认导主任 那我就念这个 念大一天 我念大一天 马克卡纳 那他呢 就念迷之金刚 那他一见到我们就害怕了 那一见到他呢 就结硬念为之金刚 那我真是很害怕了 我就缩了一架 缩了一架 那我们跟着呢 我又用这个 用这个 用这个打一天 那变成了呢 制住他了 那他念灵严咒都不下了 他就跟着念灵严咒都不下了 不过呢 有时候呢 他会唱歌啊 会成的 那我以为没事啦 欺负得到他啦 谁知道呢 有一次呢 我就在香港嘛 我要去买机票啊 那我去台中市买机票啊 那我一出了门口之后呢 那他们呢 就说 回来呢就说 哎呀 大件事了 那什么大件事呢? 因为他要跟我们报告嘛 因为是监学来的 那他说呢 那个神线那个巴士呢 在四楼里跳下来哦 跳的地方呢 就是我跟仁青丝那个房的中间 因为我住在仁青丝旁来的 那个房的中间 就是 示威 跳下来示威 搞不了我们嘛 会搞那个东西 那跟着跳下来 那全南宝堂呢 那个地方呢 是泥地来的 就是泥地啊 草地啊 那跳下来呢 咦 我说那全省了 那他又不是哦 那四楼 因为台湾那些很高嘛 十二三尺一层的 哇 五六十尺 这样跳下来 那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是泥地 那又不是哦 那结果呢 就送到医院了 身工疲惫都坏了 那说法师很紧张啊 南武陀出事啊 以后还要有人敢读的 接着呢 大家不要念什么字了 不要念佛字了 我们念观音、菩萨迴向 那回饭了几天了 果然没事了 回饭了一两个礼拜之后呢 他后来又慢慢回好 他又没事了 很不值得 那现在又去第二个地方再做了 所以这个泥地金刚呢 你跟他们那些魔尼呢 你是不可以直接跟他斗坑的 你不要说哎呀我何祖为之金刚很厉害 你去坑他呢 他是没所谓的 他欺不了你 因为你是奥仙来的 怎么会教你打才行的 教你打你就大件事了 你走都走不及了 那不教你打也好 他会弄那个上身的人了 会令到他跳楼啊 令到他什么呀 那你就害了人 所以呢 我呢 多数都是用光明真言的 有用 为之金刚 就是最初他发作的时候 就用为之金刚盒 然后就用光明真言 超度呢 我现在超度你啊 超度不了你 你不要怪我 就是没得怪我 超度不了你 你这样的水平 你不要搞我 那就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拿刀出来 为之金刚煮啊 斩你啊 你不斩他 他斩你啊 斩你不到他斩那个 斩那个斩穴穴穴穴穴 那你就更不论 所以呢 因为为之金刚呢 学来自己收呢 都可以 学来航魔呢 就不要到处去做价量 就是有必要用 一样没有必要呢 你还是用光明真言啊 那些去超度他 超度他不了 最多你没办法 你这么水平 你就不要走来超度我啦 你这么水平 你就不要打我啦 你不要打我 我打回你们 就死了 你不要拿刀出来 所以这个位置金刚呢 是 但是你比如说 你住在地堂仔啊 行整个钟头都不见人 那些 你真是连位置金刚 不知道有什么来搞你的 但是我们在城市呢 就是少些收 不过这个位置金刚呢 既然是一个共相应的法 还有呢 我们中国是共相应 还有呢 以前我们呢 都是在明朝那时候 学过佛 在什么朝学过佛 都不定的嘛 所以我们是对位置金刚呢 是有一个 情意结构在那里 就是现在喜欢位置金刚的 就是个个都喜欢收位置金刚 就是这个意思的 不是那么多 北洞你不去收 我行三世你不收 龚徒利你不收 是要收这个位置金刚 所以呢 这个位置金刚法呢 就可以收 但是不要做价量 我们呢 哪个有东西来搞呢 叫他去看医生 不要搞 因为你不知道 够不够他打 还有你打他的时候 他不知道会不会 弄那个事主 你弄那个事主 你就累死他 我北杀白人 白人为我而死 所以这些呢 灵界的东西呢 要和谐一点 不要整天去打人 因为不知道 不知道谁做错的 可能那个 那个东西得罪那些鬼神呢 那你得罪人 当然要被人搞的了 所以呢 这些是他自己去搞的 我们呢 不要周围做价量 不要要出名 周围做价量 也都不要收钱去 去和别人做 那些要变成了道士 所以呢 这个 这个不对 那么我们还有问题 淮爱巴和位置金刚 没有问题 所以淮爱金刚就是红色的嘛 他是怀爱的 红色金刚 收围的金刚没有问题的 但是问题呢 就是你念的心态了 念的心态了 念的心态 你不要太过猛就行了 那是没有问题的 应该就没有问题的 所以呢 这个位置金刚呢 因为这个是公开的 在明朝的时候是公开的 所以你能够接触到这个位置金刚呢 都是跟位置金刚有言的 所以这个位置金刚呢 就是三个传承 所以我们呢 这个呢 就是保佳法师的传承 各个传承都好 各个柱都好 两个柱都是两个柱的好处 那我们这个呢 同的柱呢 更加好 因为这个同的柱呢 就是红魔杖嘛 崩田 这个红魔杖更加好 以前为什么估计不做呢 因为估计他只有一个人 他黑一支就麻烦了 我们现在大批去做 我们做一百支才更便宜 下次他加价 你就记加价 所以呢 你们呢 请多之后呢 我们可以入狀 那你就可以试一下 收位置金刚的法 用四十天 那些法师那么有空 整整四十天出来收一下 又不用什么的 师傅都不知道 你收麻些东西 你做东麦的那些师傅知道 周围的金刚师傅不知道 就拿些柱出来 人家家拿些柱出来 跟着念 那你都知道 那些金刚法是演教的 那都没问题 是吧 那大家还有问题 那些什么 结解 结解 他没有说要结解 那些金刚水擦 结解解 那些水要倒在干净的地方 那些水要倒在干净的地方 就是不可以倒在厕所 那些水要倒在干净的地方 那些你拿去淋花 那些水要清淨的地方 那些水要清淨的地方 因为它共过 共过的位置金刚 那些水是可以解胃的 你念了那些水到周围里 周围里 周围里这个是解胃罩 那些金刚是解胃的嘛 根本就是这个已经清淨你的地方了 可以喝啊 可以喝 喝了变化了金刚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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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仔喝了 你又想弄死他 哈哈哈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 不要理他了 这个 这个 这样啊 没听话 没听话 因为你小嘛 都没听话 没听话 就导出一些杀证也可以啊 在那些水 那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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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一座ored 你都听山坦都蜗路三车了 那些花 molto要更加 那些花浸一天 还有什么 7桔花而已 纰色花 各种花都可以 cres色 紫色或者红色 纰色的花 最重要我们要原化 所以你说有人得行去做 40天跳足他这样做 都不浪到很多时间了 如果唸得快呢 我唸得快呢 我想都是一個個多小時左右唸了 唸了八百 這個呢 這個呢 或者金光呢 是一個很秀的東西 能唸到鑊一鑊 還有問題 大家七檔花 每次都要換 每次都要換的 水又要換 花又要換 如果你說整個水壇的 經典裡面說四尺 那就可以換啦 四尺 但是大個水光 那怎麼換呢 四尺都不是說不行的 你教一個 教一個喉 去水喉 你拔個掣就去了 那些水一定要清淨的啦 是吧 我們其他人都不是教一些中間的那樣 我早就算我買的啦 我覺得 不是說 因為金光是保財運的 不是說財運不好啊 不過問題呢 你帶個憤怒人員不好 跟著財運不好啊 但是你不要這麼憤怒就行了 你收的時候不要用憤怒心去收 最重要的 是吧 那還有問題 是 沒有啦 那不是說這個解惠就那個 那不是說這個解惠就那個 兩隻尾指勾住的 跟著這個東西 兩隻大拇指插住在裡面而已嘛 你照那個經典這樣說就對了啦 你慢慢去研究一下 他那個印 他告訴你怎麼做 你就怎麼做啦 他告訴你這個 兩隻尾指槍拋 然後那個寶寺搭在那裡 然後這些就這樣 這就是解惠人員啦 龍王印 什麼龍王印呢 那是那些 要財運 什麼財運的 別管他啊 這是這些經典 管他啊 這些是龍王印呢 管他 管他 一個人是龍王印呢 管他啊 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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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他啊 這是另一件事來的 問題都是別搞這麼多事啦 只是收這件事就行了 還有問題 十萬州不是數量 是質量 你也有感應為止 你念十萬就一定可以 十萬我就會八大個鐘我看彩 不是說念十萬就可以的 他在經裡面說的 就是念那條 翁哩哇咕嚕那條 經裡面有說念十萬 你看不到嗎 經裡面有說 這個呢 有說念十萬 有的 念十萬州 都是經典來的 是原文 念十萬州 十萬州是一個原文 所以這個沒有問題的 這個 還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了 沒有問題我們呢 在早期營成 都經營成 我就知道 有的 但是